就是我們生長的台灣 如此美麗的台灣 充滿著各種不同的面貌 也孕育了多元的風土民情 值得我們去探索 也因為這樣 這裡曾被葡萄牙稱作福爾摩沙 怎麼會這樣 這片海域怎麼了呢 經過出發前的準備 我們終於查出這片海域 原來是位於東北角的陰陽海 來到TNRS小的探險之旅 聽到陰陽海這名字 是不是覺得很神秘呢 那在我們動身前往陰陽海之前 先聽聽路人的說法吧 好 那現在讓我們來訪問路人吧 那個小姐小姐請問一下 你覺得陰陽海怎麼形成的 就我所知好像是附近有一個空場 之前有空場海放的陰陽 就是被尋找到 導致陰陽海的形成 就像上面的黃金瀑布一樣 留下來的時候都是那個黃色 坑內 坑內裡面流出來的 銅 流到海裡才會 探索什麼東西啊 這女衣鯊 才會造成這樣的顏色 以前她 以前 倒過 所以叫陰陽 山坡土石流反是 還變成這個顏色 可能是地形地域比較有特殊的 一個關係吧 我覺得是工廠沸水所造成的 聽完那麼多人的說法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啊 連當地人都分不清楚 到底該怎麼辦 其中是有幾個入文體 要什麼工廠的啊 對啊 上次我們去陰陽海的時候 附近好像就靠一個工廠啊 哦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歡迎回到TNRS現場 現在我們終於走到十三層遺跡上 看到美麗的陰陽海了 在我身後 它有分三個顏色 一個是黃色 還有淺藍色 還有深藍色 因此 當地人才會稱這邊叫做陰陽海 你們想多了解台晶工廠嗎 日本礦業諸事會社 在水南洞建立了新式的浮選礦場 及今日的十三層遺址 這是金礦產業達到最高峰的一年 此時金瓜石有亞洲第一貴金礦山的稱號哦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在此設立戰斧營 由戰斧進行採礦工作 二戰中日本投降期間採礦工業幾乎停擺 戰後台灣歸屬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成立了國營台灣金銅礦物局 台灣金銅礦物局改組為台灣金銅礦物公司 金瓜石的金銅產量開始逐漸枯竭 台金公司終於選稿歇業 在十三層上面看營營還真的好漂亮哦 對啊 可是十三層蓋在懸崖壁上耶 很危險耶 都現在都有半條命了 欸小沛你怎麼了 你們不見得很奇怪嗎 陰陽海應該不是被污染了吧 因為台金工廠都飛上二十幾秒了 為什麼陰陽海沒有消失呢 欸 對耶 聽說那邊有一個黃金瀑布 或許跟陰陽海有什麼關聯喔 對耶 現在TNRS小隊來到黃金瀑布看 是不是很美呢 因為一番風味 不管從任何角度去看 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是黃金瀑布裡的小水滴 就讓我來說說黃金瀑布裡的秘密吧 黃金瀑布的源頭來自金瓜石的浮流 金瓜石具有許多黃鐵礦等硫化礦或硫化銅的礦物 在自然風化下 分解成雙性的物質和鐵、銅等離子 在雙性的環境中 鐵、離子容易形成二炸鐵 而融於地下水中 在接觸氧化環境二炸鐵 會變成造不易溶解的三炸鐵 其中的三炸鐵 會與氫氧跟離子 反映成氫氧化鐵 最後所生成的氫氧化鐵 是一種黃色礁與物質 才會使黃金瀑布的水呈現黃色 而被這裡的水流過的石頭 也就變成黃金色的囉 河水中還有高量的氫氧化鐵流到海中 而硫氧海就這樣誕生了 聽完我詳細的解說後 你們了解了嗎 那我的任務完成囉 現在就把時間交給小孫吧 掰掰 終於又輪到我出場了 現在就讓我們再次回顧這趟旅程吧 金瓜石是造成營養海主要的源頭 曾名為亞洲第一貴金礦山 當時的礦工 因工作於金瓜石礦場 便在鄰近的九份 形成一個礦業聚落 帶動其九份的繁榮 1987年 台金工廠停止營運 礦業的消失 九份也隨之沒落了一陣子 近期九份的復興 詩音由侯孝賢所導演的電影 《悲情城市》 為今日的九份 帶來了另一種不同的風味 九份老街更是成為了很受歡迎的觀光景點呢 各式各樣的商店 和有名的九份寓園 真是好吃又好玩呢 黃金瀑布的特殊景觀 已成為今日遊客及歡笑業者駐足拍照之地 但這裡的水仍有大量的金屬物質 所以想到這裡欣賞美景的遊客們 仍需要特別留意喔 其日盛況非凡的台金工廠 如今已荒廢 滄桑的背景 也吸引了不少音樂製作人的青睞 就連知名的歌手張宇 也曾在十三層上面拍過MV呢 其實陰陽海的行程 早在採礦產業開始之前 便已存在 而台金工廠的建立 只是擴大了它的黃色面積 然而因為海灣的地形關係 而造成沿岸流流速緩慢 海水淨化不易 加上含金礦水 仍持續由金瓜石地區流出 所以這也是陰陽海仍存在的主要原因 小火山 水淨化不易 雷水淨化不易 水淨化不易 什麼可怕 平衡有種的 火山感 水淨化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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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淨化不易 中文字幕——YK